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傅昆奇 近前天在花莲市和吉安湘拜票 从早到晚接连前往市场市区徒步扫街 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支持打气交易声不断 而傅昆奇他也说他会为花莲发展 来继续拼战不懈 要让花莲乡亲持续幸福而且安居乐业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3号傅昆奇 在第10期立法委员会期结束之后 正式投入选战 下午从吉安湘红市场出发 沿着中华路一段 花莲市中山路展开地毯市扫街拜票行动 沿途乡亲热情高寒付魂起动算 近国会为花莲乡亲打通国道6号 舒花安花冬快让东台湾后山 翻转为前山 我们现在今天开始就正式投入 这个跟乡亲请托拜票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的姐妹弟兄 请大家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一起加法镜加法油 好不好 让我们的诚意 让所有花莲乡亲都感受到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建设台湾 我们要做台湾的靠山 更要把我们所有的建设 一样一样来完成 三样主要建设 我们的舒花安 我们的花冬快 国道流 只要我们国民党执政 三条重要的道路 我们都要把它打通 让后山变前山 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好 谢谢各位姐妹弟兄 我们一起加油 富宽奇 东山 富宽奇 东山 宽奇 宽奇 富宽奇 东山 东山 富宽奇 宽奇 宽奇 富宽奇 东山 东山 富宽奇 富宽奇 沿着吉安乡中华路 多乱桥 走到花莲池中华路 中山路口 路程长达3.5公里 足以向商家 祝福拜访城市肯托 把握每个时刻 以商心握手的机会 现在许中也请家陪同 先赴国财市场 和三角市场 扫街拜票 接着麻布天庭 前往庆丰 仁里 重庆 以及十八市场等 各类摊商 见到前来拜票的 立委夫宽奇 纷纷伸出双手紧握 甚至热情高喊 五言动算 花点建设才会好 百姓才能够大发展 记得 请不吝 黄色味道 谢谢 谢谢